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我是李星云 今天尾盘的拉抬因此让指数收在了9521点 上涨了43点 而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在指数的部分也成功再次写下了新高 大家很好奇的就是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指数已经拉出了日线的连六红 是不是对于这个盘式的后续 可以说是越来越乐观了呢 那后续到底操作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们就请专家告诉我们 廖花先生为你邀请导师万通国际的资深辩议师丁超 丁超老师你好 阿迅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丁超老师应该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拉尾盘吧 而且一拉收在一整天的最高点 所以是不是现在外资的企图非常明显显而易见 是的 现在有点麻烦 现在就是每天都涨 每天都涨 我们投资朋友很多人都没办法进来 因为现在是嘎空手 我们不要讲嘎空了 就算是嘎空手 就是因为投资朋友不敢买 所以他这个主力知道投资朋友你不敢买 就是拉着跑 那这非常明显 现在目前来讲是一个资金行情 当然基本面还不错 基本面还可以 但是最主要是资金 资金行情 那最近的新台币这个从32块钱对1块钱美金 这个急速的升值 现在新台币是升值升到了31块2 当然还没收盘 所以新台币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急速的升值表示一个动作就是 为什么新台币会升值 就是非新台币的货币 外国的资金 从海外 从台湾以外的地方 进来台湾 那他要买新台币 换成新台币 美元换成新台币 就是买新台币 那买新台币 新台币当然就升值 那新台币升值 这个叫热钱 就炒汇 就是货币的形态 本来就是这样子 新台币升值叫做热钱进来 热钱进来 我们的彭总裁有规定 有规定这些外资说 你热钱进来 你就是买债券 不然你就买股票 你想要在这边炒汇 门都没有窗户两个 你给我滚蛋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讲 所以外资也学乖了 新台币 你要外国的钱进来 你就是买股票 最简单就是买股票 你可以赚两个差价 一个是股票的资本利得 另外就是汇率上的赚钱 汇率上一个利得 那台北股市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现在怎么看 我想 连续性的一个跳空 今天虽然也是跳空 但是今天有这个缺口 今天最低点缺口 有稍微有回补 昨天的一个高点 有一个缺口 有稍微回补了 那目前来讲 涨的时候 这个正管理 虽然一直增加上来 但是成交量 没有带上来 表示散户的一个参与 是非常的 莫不关心 就是看着办 就是眼睛看着你涨 他也不晓得怎么办 那我在想 如果说这个盘势 有机会能够跌下来的话 当然大家的参与感会比较多一点 那也是赶进来买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封顶的行情 那今天最高点是9523点 那没有想到这么快 这距离9593号 那只剩下70点不到 叫70点 那我们本来预估封顶 只是要到2月13号以前来封顶 结果现在已经到 今天才1月27号 就眼看就要封顶了 那这有点麻烦 就是跟我的规划上 有点怪怪的 但我们看多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就不跟各位讲 就是按照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可能性的演变就是 可能指数的一个高点 会比你我想象中还更高 那如果说各位 如果不赶快买股票 会有一点点麻烦 会有一点麻烦 所谓麻烦就是 我今天请你买股票 不是说叫你买大力光 或者是叫你一定要买台积电 我们并没有这样讲 你看这大力光电上来以后 你看他策动多少股票 这同一个族群 在光学股票 你看这个大学光 包含了3406的玉金光 或者是之前已经涨上了 4915的智深 这是光学股 另外就是3059的华金科等等 包含今天整理一段时间 整理了八天之后 整理八天之后 回到了一个上升季线 突然间莫名其妙盘中 一下就急大涨停满了 3019的哑光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 不是只有看基本面 看基本面有什么用 如果亚光要用基本面来讲 亚光永远不能买 一辈子也不能买亚光 玉金光也一辈子都不能买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是做一个趋势 一个观念 基本面它只是其中的一环 那我今天晚上 今天比较重要 因为应该说明天 明天台北股市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在今天27号的盘货 苹果电脑 就是美国的那家 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苹果电脑 在今天的盘货盘 会公布财报 公布财报 当然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因为毕竟这档股票 台湾的供应链太多了 你看今天的 除了TPK陈宏 有稍微涨了几块钱以外 你看这个 它的供应链 包含了台积电也是有 最后也是有拉个尾盘 但是它供应链 像今天大力光 今天就扭扭捏捏捏捏捏 这两千八百块以后 就往下回 小幅度的回挡 那另外看2474的可乘 也是一样不敢涨嘛 或者是其他一些 苹果供应链 大概今天都比较休息 比较不敢有什么表态 那包含这个 这个2317的 这个鸿海也是一样 但是我是感觉 我是最 我是 当然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不代表 一定会这样 我是希望苹果电脑 能够中错 我真的很希望它中错 就是希望盘后盘 能够中错 这样子的话 明天我们才有 开地的机会 大家才有进场的机会 否则你怎么买成红 如果万一今天啊 我这样讲 如果今天苹果的财报非常优秀 而且对于未来的展望 也非常优秀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 可能不好的情况很小 你看iPhone 6跟iPhone 6的Plus 卖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又是Apple Watch又要出来 新的这平板又要出来 我想怎么可能会不好呢 而且苹果电脑 这档股票价格 它已经整理已经结束了 它一个季线已经往上 不但是月线也是往上 准备要来挑战 它的高点 119块7.5了 我们现在是很担心 苹果电脑直接冲破高点 那你没有买怎么办 如果说今天有一利空 明天可以开低的话 那大家才是一个机会 那否则的话 大家很难买股票 所谓很难买股票 就是你对于成红 或者是可乘 或者是苹果供应链 你要切入点位 你除了追高以外 其他没有 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我认为这种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假设有这种机会 一定要积极一点 那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呢 你还是要积极啊 没有办法 因为不然你就看着办啊 一直往上去啊 我已经讲过 我们不是在做指数嘛 如果要讲指数的话 我天天在讲指数 我不是在带你做指数 我是在带你做股票 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讲到哑光 今天以前的哑光 今天以前的哑光有涨吗 显然没有 那你看今天的原相 3227的原相 做感测器的 他不是在今天大涨之前 也整理了七八天吗 也就是说 在今天以前的七八天有涨吗 显然没有 所以买股票的时机 是应该是要什么时候买 是不是在整理的时候买 而不是你天天在看着大涨光电在涨 你害怕 你不敢买 或者是你天天看到指数 现在指数涨到了这个地方来 指数现在涨到这个地方来 你说指数正乖离过大 会压回 没有人规定指数涨了六天 一定要压回 绝对没有一个人去 有去规定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预设立场 有没有压回 不是你决定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跟各位讲 外资的一个期货的多单 虽然达到两万多口 但是他们还是一样会来回操作 尤其在这个礼拜四 你看明天最大事情就是 苹果电脑公布的财报 还有礼拜四 摩台子结算 我跟各位讲的摩台子结算 外资大部分的仓位 其实据我的了解 外资大部分的仓位不是在台湾 它是在新加坡SIMAX市场 新加坡期货交易所 新加坡期货交易所 里面有一档股票叫做摩台子 你要搞清楚 那是台湾的 用台湾的一百档股票 里面去在那边 做出来一个投资组合去挂牌 外资大部分的一个 期货多单都是在摩台子 它不是在台子 所以你们看到 只要看到一半 在SIMAX新加坡期货交易所 所以摩台子结算来讲 我预估会结算很高 所以如果明天 它没有机会给你们 那礼拜四 那就更麻烦了 那这个礼拜如果再度的一个 盘势再震荡以后 我讲过了 以季线的周扣理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扣理值是八千七百 八千九百七十四点 那下礼拜是扣理八千九百一十二 那接下来就扣理八千九百八十二 那涨到封关了 那封关以后呢 以后再说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做的股票是这样 我们做的股票不多 但是我都是 尽我的能力告诉你们方向 例如说股票有一千五百六十档 我不可能每一档股票都带你买 都带你做 都分析 不可能 但是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存在的 你就勇敢去做多 如果有回跌的话 如果有回撤的话 假设真的有的话 我们看这个一月二十二号 今天是一月二十七号五天前 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 股票 买股票的方法很多种 大部分的人只会 用追的嘛 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因为这个最简单 这个只要去消息面出来以后 你眼睛看到你就可以追 那这不用分析 这只要你有胆质就可以了 但是最高啊 买进每一个人都根本 都不用分析 那只要愿意承担风险就可以了 我昨天也讲过 那利用回撤来买 那必须要分析 而且要相当程度的了解 再加上胆识 而且不在乎新闻媒体的报道 台积电我们买一百三十块半 大力光电买二三二五 TPK买一百九十三 就是当初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买的 好 那现在这三张股票都已经大涨起来了 都已经让各位赚到钱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好 我也跟各位报告过了 我说我们把台积电卖掉了 转进了鸿海 认为鸿海未来的涨势会比台积电还还还还不错 对不对 那今天鸿海说平盘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那外资来讲 他会越买鸿海越来越多 尤其是美国股市 等到下礼拜以后 趋势扭转为月线向上的时候 那不得了 美国股市还在整理 我跟各位讲 美国股市现在还是短空 但是等到美国股市在下个礼拜形成的短多以后 那又要创新高了 美国股市创新高 加长变返 真的 美国股市是一个多头 他们国家已经做多六年了 领导人很喜欢做多 你不要看欧巴马很黑 欧巴马很喜欢做多股票 那我跟各位讲就是 我们这样做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张股票 TDPK也是一样 做了好几趟了 本桌季线桌扣底你看那时候压下来 扣底154块 是前坡311块回撤到147块以来 第19个礼拜最大的一次变满转折 所以我们当天在买的时候是在 $193块 $193 那我刻意我还跟各位讲 我还跟各位讲说回撤上升季线第二块点 这边也是一个买点 $190块以下到$184是一个买点 这一天又是一个拐点 那我们既然认为这两个是一个拐点 是一个买点 短线来讲它因为是整理 月线向下为短空 寄线向上为中多整理 所以当然好的买点在这里 那么好的买点在这里的话 这里到距离这里 当初算出来这里到这里 没了这个 刚才三个一定办而已 那我们在买一档股票 我们当然一定要告诉你说 在买$191半到$193 假设万一看错 我怎么处理 我不可能当你去拼牌 看错以后说永远要长期投资 报个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 来传子传孙 我做股票都是做短线的 我没有在做长线的 那如果万一我做错 当天我做错我怎么办 我会设下停孙点 就是在跌破低点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可是为什么我会对 因为这是专业的问题 专业的问题 我已经讲过TPK陈宏 今年会赚$8到$10 不管你信不信 当然你看不到 你也想象不到 这是专业 不然为什么当分析师 为什么要分析 你看到以前陈宏 只有赚六毛四 那是过去四 那是清末明初的事情 你还来这边跟我谈 谈这个事情干嘛 陈宏以前赚了六毛四 那是清末明初 现在是民国第104年了 不要讲以前 讲以后 我说陈宏今年会赚$10 我说了算 我分析的 我预估的 那赚$10 怎么会用六毛钱 来评估陈宏的本益比 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张股票今天涨到$223 我们的目标不是$229 半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没有这么的小鼻子小眼睛 我看东西一次烫上去 就是要三五成 就是要这样做 你才会赚大钱 而且要有点耐心 不可以期待它每天都要涨 你说你看今天的联发科也是一样 很多人说联发科今天不会涨 你怎么知道明天不会涨 我哪里会在乎林花科天天涨 我会在乎他天天涨 我做一档股票 你看啊 在1月16号 我们加码买进475块 在选举前11月底 我们把它卖到472块 是413块买进472块 这个获利是60块以上 卖掉以后等到12月16号 选举之后半个月以后买回来 卖436块到438块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是持有 一直等待它的一个机会出来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台北股市这些最好的股票 如果没有带头向上涨 不会涨到你的股票 今天的生计股也涨 很多的股票都涨起来 包含了金融股也还不错 其实大盘有1560档 不可能天天涨大力光 也不可能天天涨 这个亚光 或者是台积电 或者是鸿海 或者是联发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一定会轮涨 机会 你要自己有把握 你现在劝缺的就是一个胆识 一个动作 光说不练没有看 光看不做没有用 你看我的节目 我讲得再好 再准 对你都没有帮助 因为你不敢做 你不敢做 你看节目就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去做 先做再说 那时候我做了以后 万一我买进糕点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如果你买进了以后 不对再说 不对色停损就好 不会怎么办 很多人做股票会怕输的原因 是因为你用农资做 你输钱了以后 不甘愿 不甘心 加码摊平 我们不加码摊平 我已经讲过 我做股票 对我才报 错我跑 我做错我绝对不加码的 我做错我不加码的 不摊平的 我只有做对加码 我做对才会加码上去 因为这样才能够 越赚越多 才能够赚大赔少 赚大赔少 做股票只有四种情况 我已经常常跟各位讲过 大赚小赚 小赚我要 但是要允许小赔 大赔不要 能够不 除了TPK之外 还有哪些标的 关卡之后继续带您看 马上回来 我是廖正汉 工作市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到底谁能全程理先 江黄幽肝养生存意 就是我工作全身的秘密武器 守护元气 让你绝不漏气 天天喝 加班一筹钱 再一瓶 聚当囧太郎 台速生衣 普盛纳精选 方便攜带 维田顺口先上市 普盛纳精选 方便攜带 维田顺口先上市 台湾好所在 全新改版 带您掌握国内外房市卖众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水美观察 设计师 帮屋主主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看房子挑房子 台湾好所在一次告诉您 请锁定三里财经台台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里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全体追 有精神主任来啦 快来两立 LS 深呼吸 让向娘直出脑门 打起精神向前进 LS 全内容精神 爸爸你这耶 我每天给你讲一小贴纸哦 只要一贴 客烟帮你有效戒烟 一天一片效果持续24小时 客烟贴片 烟影突然来了 嚼薄荷举决定效果好 欢迎回来我们就发现TPK 已经是持续的在走扬了 似乎这个WD 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那大家对于这个TPK很有兴趣 同时也对于苹果的供应链 非常的有兴趣 那丁曹老师 苹概股当中还有什么 你认为说现阶段 可以多加的偏多来观察的呢 好的当然 接下来我也跟各位谈到 延续昨天的讲法就是 苹果的Apple Pay 就是行动支付 这个地方所形成的一个物联网 这个范围太大了 张中萌讲过 他说什么叫物联网 张中萌提到三点 第一个就是SIP 系统的封装 他谈到了这个Sensor感测器 还有谈到了低功耗 张中萌董事长在好几个月 七年以后讲的我都背起来 另外最近 2395这个炎华的老板 也讲到什么叫物联网 他们说是电脑的夹道器 因为他是做工业电脑 所以当然会讲到夹道器 讲到了大数据 就是这个大量数据 大量传输 还有讲到也是一样 同样一个叫Sensor 所以你看今天Sensor的股票 当然今天最红的 当然就是原相 整个物联网来讲 整个感测器 或者射频模组 我之前都一直在谈到 那苹果的供应链里面 当然包含很多 包含最近 2311的日月光 他就是标准做SIP的模组 另外我今天介绍一档股票 就是大家比较没听到 就是鸿海的子公司 鸿海富士康转投资 百分之七十一点二五的子公司 他就是六四五一的 信心 要叫信心 所以做股票要有信心 那做股票要有信心 你不一定要买信心 就是他最主要是做 无线通讯模组 跟SIP的模组 另外就是维基电的模组 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做这个光收发模组 那他是标准的苹果供应链 标准的 为什么 因为SIP里面 你苹果一单一支手机里面 包含你这个iPhone 6 iPhone Plus 都一样 或是未来的iPhone的更高阶一样 他里面手机里面的SIP 就是刚刚讲过的系统封装模组 他是属于物联网的部分 他里面有九颗的晶片 其中有一颗叫NFC 就是做进场通讯的 我昨天提到了 是由美国的N制服来代工 来组装 那另外八颗 其中九颗减一颗还有八颗 那八颗全部都是谁做的 全部都是这家叫做F信心做的 所以这个地方这档股票的爆发力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才上市櫃 就是他是第一上市 他是外国公司 第二天 那第一天冲到175块 开盘155块 拉回收盘160块 今天160块 第一档159块 拉高到163 164块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你大概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他是一个标准的苹果供应链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非常担心苹果大涨 真的 如果苹果电脑大涨 你可能会买不到TPK了 因为他会直接跳空过全高 而且会涨到让你难以想像 不是说因为TPK我买 我才会这样讲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可能也买不到可乘了 不是只有TPK 你可能也对台积电很难下手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股票市场他每一千都在变动 那你不能一直 用过去的一个观念 在做股票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很多人担心 很多人都有个观念 认为说大盘到9500点 以后就不会再涨了 那是你活在过去 你知道吗 你一直认为台北股市9500点 就不会再涨了 你很可爱 为什么你一直在活在过去 一直在清末民初 谁规定9500点以后不能涨 到底是哪一个人有跟你规定 是谁有规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说指数 假设我想指数假设 在2月13号以前 我想是假设 我没有预测行情 我说假设你看到1万点 2月13号以前 你认为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吗 鸿海集团的董事长 郭台铭讲过一句话 可不可能不是问题 是行动 他都是行动派的 嘴巴讲没有用 光说不练 可不可能 他做事情都是见即旅即的 都是直接去做的 他不跟你讲那么多了 可不可能不是问题 不是你讲的算 不是我丁潮讲的算 是行动 如果你没有做 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对不对 你现在不敢买股票 我知道 你一直希望股票大跌 让你买我知道 那如果没有大跌 怎么办 如果没有大跌 你要想想看 你不是做指数 还有很多股票 还没有涨 不是只有涨大力光 台积电 或者是TPK而已 对不对 是不是我讲的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跟你讲 我劝你把握这个机会 做股票本来就是做短线 本地就是做短线 既然是做短线 一礼拜两礼拜 就可以贪这么多钱了 我可以跟你讲 何况是过年以后 隆立封关以后的事情 十倍达价差就是 十倍达就是价差的意思 十倍达价差 买一加一再加一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专案 我不是常讲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当分析师不是在这边 每一天都叫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讲的事情是为你好 我很替你紧张 因为你都不动作 我知道 我知道你每天都在看着我 可是你就一直不来找我 我跟你讲过 你早来晚晚你都要来 因为我有办法做多 我就有办法未来带你放空 我是很喜欢放空的老师 但是现在在找 在找你就要做多 要勇敢做多 要积极做多 要买要快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谢谢丁潮老师为我们带来 最及时的分析 丁潮老师的结论就是积极做多了 好 但是要怎么来寻找多方标的 明天同的时间继续带你来找 我们明天再见